周成哲对云西夏战书的消息不禁而走,整个高中年级的学生几乎都听说了,生物竞赛出赛还没开始的时候,就已经有人开始组团去现场看比赛了。 周成哲那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夸笑海口,自然不敢大意。 她不敢小觑的对象不是云西和赵云墨,而是其他高校的对手。 她的目标是把云西踩下去,拿到冠军为学校争广。 听杨璐说,她每天不是抛在图书馆,就是挑灯夜读,每天一个人读来读往,看起来胜券在握的模样。 云西倒是不关心周成哲怎么样,她跟她都报名了生物竞赛。 这个竞赛,要是能拿到冠军,可以全额奖学金保送国外留学。 周成哲对这个冠军势在必得。 云西对留学兴趣不大,反正到时候,竞技场上分胜负,她要是真拿了这个冠军头衔,保送出国,恐怕周成哲会恨死她,毁了她的将来呢。 也好,就让现实打醒她虚荣的美梦。 饭学时间一到,云西看了眼急匆匆,抱着书本出教室的李斯诺,原本因为周成哲的事情,想试探她的。 谁知道,周成哲自己跑来下战术,谣言自然不攻自破。 同学们的关注点,全跑到竞赛上去了,能亲眼看到输赢的较量,比起人云亦云,捕风抓银的谣言,更让人感兴趣。 至少结果,是摆在大家面前,毋庸置疑的。 赢了,就等于是让对方自己打脸。 从教室出来,云西刚出校门口,就被两个保镖拦了下来。 虽然是拦着她,可却也没有太过分,反而礼貌地请她上路边的那辆黑色的车子。 云小姐,我们少爷想见你。 云西溺了他们一眼,这个时候,用这幅阵仗来请她的,除了韩耀天,恐怕不会有别人了。 害得她被连累绑架,竟然还又连来找她。 跟着保镖走上前,云西冷眼看着车里坐着的身影,侧祸身站在车门右侧。 这个角度,可以避免远处射过来狙击韩耀天的子弹。 她挡在窗子正前方,反而坑了自己。 韩总,没想到你还敢来找我,是不是没把我害死,你不甘心? 云小姐,你误会了。 云西一开口,韩耀天就愧疚地恨不得推开车门下车。 可她的安全没法保障,她不敢下来,只能隔着一扇车门,看向外头的身影。 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,实在很抱歉,连累到你了,我也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,真的很抱歉。 如果你愿意的话,请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。 少帅那边谁都不见,她父亲亲自出马,都没见着人,韩家现在兵荒马乱,人心惶惶。 她想要继承韩家,就必须要为韩家做点事,才能得到那群老家伙的支持,让她坐稳董事局的位置。 所以只能在这个节骨眼顶着风险出来,缓和一下跟她之间的关系。 毕竟,她是少帅的救命恩人,要见她,恐怕也不是难事。 要是能透过她见到少帅,那肯定要比她爸每天等在赶上口强得多。 哼哼,补偿! 芸汐忍不住冷笑的声,眼底弥漫着凉薄的冷意。 我差点连命都丢了,你以为你能补偿我什么? 只要你提出来,我能做到的,我一定不会拒绝。 芸汐细血地看着她那副假仁假义的模样,轻哼了声。 她想说,我要你的命,你给吗? 像她这样,自私自利,万恩负义的人,眼里只有利益。 漂亮话,谁不会说。 重活一世,她还能看不出来,她今天找他做什么? 木飞石那边走不通,寒家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,想要见了木少帅,他也就只能来找他泵泵运气了。 否则,以她的性子,怎么可能浪费时间,在一个高中生身上? 氊码 cot粘子